在3月底全国记者会发布后 等了好久 2022城市博览会确定将如期在6月10号登场 这项以金融整座城市作为展场的大型活动 规划有ABCK四大展区 共55项展览 装置移速及超过上百场的精彩表演 5月31号官网正式上线 除了提供各展场活动内容展出时间 交用资讯及活动亮点 例如海上观展购票登船 特色市集 还有北北机构101家合作旅宿业等相关资讯 便于民众查询外 活动影片及手册等文宣资料 也可以在官网下载观看 在国门广场我们有国门驿站 那在海洋广场也有很多在地团体的表演 海洋驿角 所以这些表演包括A展区的部分 B展区的部分C跟K 那总共加起来 整个博览会期间呢 大概有上百场的这样的一个表演的节目 那这些讯息呢 都在我们的这个官网里面都可以查得到 另外在我们的大顶棚 就是成绩转运站的这个后车顶棚下面 以及在官务署通廊的部分 我们都有这一个很精彩的 这样的一些美食的 或者是在地的物产的部分的摊位 可以供到民众来这个选购或者是参观 另外我们在B展区也非常的精彩 除了原来的这个潮艺术以外 我们其实有一个新的旅游服务盒 也就是我们的正兵游客中心 过去旧的正兵派出所 那后面有一块广场的部分 那在这个广场的部分 我们也以基隆味的概念 把基隆的美食做一个呈现 那在这个地方 我们会举办一个大基隆市这样的市集 那另外在我们的K展区 其实也有我们的这一个整个 包括要塞司令部 要塞司令部官邸跟叫官卷社 那我们有一连串的精彩的表演 那以及这个ARVR的这样的一个观展 所以我想在这些地方呢 也有蛮多的这个市集 所以这几个展区呢 我们的表演也好 市集也好 都是非常的精彩的 那这些讯息 还有它的展出的时间 在官网上都可以查得到 其中光雕袖的部分 不只在B展区的正面游港色彩物 重新登场 刚整修完成了文化中心 立面墙壁 也将成为A展区的光雕袖画布 那这一次文化中心经由这个整建呢 它整个立面变得非常的漂亮 那我们也特别利用了 这一个文化中心的外部墙 那作为我们的好像是画布一样 那在这上面呢 我们打了这个光雕 那这个光雕的内容呢 我们也在这个官网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demo 但我们希望大家在 程博会举办期间 能够来观看我们的光雕 那这一次光雕的主题 包括我们的起点城市 也就是这一次的策展的主题 以及山海回游 那把整个山海城的这样的一个魅力呢 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活动期间除了有六条接驳专车 更同步推出市区公司免费搭乘的好康 让民众能好好踏遍整个基隆 金融市长刘商期盼 透过2022城市博览会 呈现金融市政府七年多来努力的成果 让国人看见金融这座海港城市的精彩 经典 自信 美好及愿景 邀请大家先上官网 规划属于自己的城市博览会 特别游城 在活动期间亲自体验 基隆的缤纷多元城市美丽 记者张其辰 基隆报道